在第四次江晨会的前夕,12月20号,在台湾预估有10万人参与的破黑箱顾饭碗大游行活动已经和平落幕。 在野党表示,马英九总统上台后不断地靠向中国大陆方面,不满现状的台湾民众应该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而就在当天,有数百名的台湾法轮功学员也顶着寒风,以他们一贯静坐的方式抗议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 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江晨会前夕,台湾在野的民进党在台中市发起了万人游行抗议活动。 台湾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伟发表评论指出,这是台湾对抗中共,民主对抗专制的战役。 国际媒体数以百计,蜂拥而至,除了关注江晨会之外,更重要的是观察台湾内部两股势力的交锋,到底民主有没有力量,到底专制能不能压倒民主。 台湾各地法轮功学员也在江晨会会场酒店旁集合,以静坐方式表达法轮功群体十年来反迫害的一贯诉求,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指出,十年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洗脑、精神药物摧残和细虐待,以及活体摘除器官的消息不断传出。 在中共严密封锁下,目前得到核实的被迫害致死案例已经有3340亿人,而流离失所或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无法估计。 这种迫害人群的事情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不只是一个迫害法轮功的问题,其实是延伸到整个人类的问题。 那我们想透过这样一个活动,让不只是台湾全世界都来关注中共现在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么严重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呢,是希望更多人来了解这个真相。 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不仅局限在中国大陆,成员据法轮功背景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每天委托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带向中国地区广播。 最近,希望之声接获央广通知,希望明年减少脱播时数,并且打算涨价,希望之声质疑央广受到中共的压力。 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道理之下,还有为了中国大陆广大的听众前提之下,当时的高惠宇董事长,他是同意跟我们合作的,但是后来王总台长表示,还是因为中共的压力太大,他并没有同意这样的合作。 柯怡君表示,希望之声节目内容除了全球新闻、时事评论、文化、休闲、医疗等,也报道中国大陆的不良施政,几乎全中国都听得到,因此频频遭到中共的封锁或干扰。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如果连国家广播电台都会因为中共的压力而受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妥协,我们认为对于台湾的自由民主是很具杀伤力的,大家都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目前,希望之声网站在中国大陆仍被中共封锁,从2004年开始,希望之声自行制作节目,委托台湾央广以短播方式跨越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广播。 由于听众成长迅速,播出时段不断增加,目前播出时数约在12到14个小时,是央广第二大代播客户,每月代播费用大约150万台币。 加上设备租资料费用等,希望之声电台一年支付央广约2000万元。 新唐记者王倩云、周平采访报道。